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英明兒在任 歡迎特別來賓 特秀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特秀斯 我們要先各自介紹一下 我是吉他Solidus 我是主唱小鎮 我是鼓手羽成 我是彈吉他的湘羽 那今天呢 因為漢員要當兵嘛 所以可能沒辦法參與此次的專訪 那如果喜歡的話 還是可以去他們的 退休師的平台關注他們這樣 因為我們前期一些歌曲 像《古蹈燈塔》或者是 《靈心靈望》這類的歌曲都很 很多邏輯上面的科學故事 因為 Dissert這個問題 本來就是一個邏輯上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寫歌就會希望 他在意象上跟外顯 大家在歌詞裡面看到的東西 之間有 比較多層的 連結 半摔期這件事情也是 覺得要連結的想法 所以才會用比較科學的主題 舉定這個 因為 通常在使用半摔騎車的話 就是它是在檢 就是一個濃度的計算過程 然後 情感這種東西就是 有的時候你人 你的記憶忘了 那就好像沒有發生過 因為人是一個活在現在的動物 就是我們所有談的東西都會是過去 但是你活著的時間就是現在 當你沒有意識到你在談論那個過去的時候 那你個人都是現在 就像是在情感當中 就其實也不一定是愛情的 情形的友情的 總會有好跟不好的時候 你如果不去想到它的話 它其實就 被放在大腦的非常後面 但你想到的時候它就會衝出 因為這 半摔其實是一個紀錄過程 消退的過程 然後 但是其實它完全沒有消失 因為這個理論就是 一一變二分之一 再乘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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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下去它就零點了 後面還是會有消失 它原本不會消失 只要你會想起它 它就會存在 一開始這首歌只有 prechorus跟chorus 然後 其實沒有主歌的部分 主歌是19年還喜歡的 然後 這邊主歌原本是想要的就是饒舌 因為 一開始想到的饒舌就是 我就覺得饒舌要來一個主歌 然後再唱一個hook 然後再唱一個主歌的rap 再一個hook 小韻木掌的 還有那個饒舌精神 對 還有基因裡面 對 但是 時間之故 然後我們後來也沒有這樣子去執行 因為後來表演或是什麼也不好去演 那算是一個變化 那我開始演出幾年 三 三四年 四年 四年 對 那前兩年基本上都是 親友 對 就是 每次要表演就開始逆大家 欸 幾號有表演 禮拜幾啊 有沒有碰來啊 來看一下來看一下 對 然後一直到 那個煩心的時候 煩心的時候 發 然後 還滿多會喜歡你 然後從煩心之後就開始有 比較陌生的面 可能沒看過 但是我們新的聽眾 就會主動來聽我們的演出 然後一直到現在的人 所以 這我覺得 滿大的變化 我想講一個 就是 我們 我們之前的表演就是表演過去就 就這樣 就東西彈過去就當下那樣子 那我們現在比較多 如果 表演是我們會帶自己 PA的時候 我們會 就是會 錄起來 錄起來當下 所以其實現在 在表演的時候 在彈都會 感覺說 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人在那邊一直監視你 你就要想說 因為我回去自己還會聽 所以我聽我去自己放炮 因為我覺得很不爽 所以現在 現在表演就會很 很注重說 我這邊一定要小心 等一下那邊有一個重要的音 我一定要彈好 然後回去 這個 如果有人不理我 聽了就會 覺得 很遺憾 等一下不對吧 是沒有PA之前 你都給我亂跑 沒有PA 不會想到這個 也是會想到 沒有 沒有錄進去 他想說沒關係 不會 那其實對鼓來講 現場跟錄音 最大的差別就是 現場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很多的情緒 所謂的情緒 不會是說 你給這樣 是 是 你給的 力道 你給的力道 你給的 情重大小 那 因為你在錄音的時候 你不能夠這樣做 你錄音這樣做 有時候 你做那麼多的情緒的表現 其實對錄音 其實反而是一種困難 對對對 反而你每一個 你每一個 點都最好 給我 你不確定一點 對 那可是 表演的時候 又不太能這樣 表演的時候 其實是要給予情緒 對 然後 也有像剛剛他講的 在過去 可能還沒有那麼平凡的 錄音 或是還沒有那麼平凡的去 聽自己的監聽 因為以前我的耳機裡面只有 解拍器 對 那其實是沒有監聽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注意到那麼多事情 因為你也不曉得 不禁止 對 包括後來還有回放這些東西 那其實你後來就可以在 現場在做的時候 就算你很有情緒 你也是一樣 要去求一個精準 因為我現場 有時候常忘記 阿雄真心想會跟觀眾互動 以前比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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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就給大家了 我們甚至有直接把 拜託的風給人家 沒有 唱那種悲的 我忘記在那種 不是他 他有一次沒有 他有一次真的很北藍 他有一次就是 轉過去那個 不是他拿麥給觀眾 然後拿麥給觀眾 我記得那首歌是在唱 零星零我 然後拿麥給觀眾 然後大家耳麥都戴著 就是 就是 我們耳機 我們耳機裡面都有剪 然後觀眾一給我唱下去 那觀眾就爆走音 你知道嗎 沒有 他的問題不是走音 他的問題是他搶拍 他等劇快 近的點也不對 然後重點是 劉志正更扯 他是 他給人家唱 然後那個人走音 然後又搶拍 然後結果劉志正馬上收回來 劉志正也馬上收回來 可是重點是 他收回來之後 劉志正自己也被 也被 也被影響到 也被影響到 然後害我嚇一大跳 我覺得 趕我被抓上 哪一場 忘記 你知道在哪裡嗎 哪裡 因為響韻好像 比較多的作品 都是一個東西 就是 詞曲啊 對 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你自己的 靈感 靈感嗎 通常會是怎麼樣 有 創作過程 通常 從 低科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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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因為我們的歌很多都是那種 低科課本 沒有 通常是 就是 有一些歌 會因為 你最近閱讀了什麼樣子的東西 不太一樣 或是最近有什麼樣的事件去影響 去思考那一個 集體的氛圍 然後他就會 但是 像我剛剛想 第一個他是你看了什麼東西 他可能是外顯 比方說我最近都在看 天文相關的文章 跟了解天文相關的知識 那可能 對這件事情 我就可以去想他 到底最後會連結到什麼樣的情感 但如果我現在是 觀察到大家現在有什麼樣的情感 我還是會回去思考 有哪些東西 他是 相互連結在 異象之上的 所以中間都會有一個 連通的過程 比方說 應該說 像現在在錄的當下 最近有寫一個歌是 有關於情感暴力的 那我可能就要去理解說 有什麼樣子的東西的意象 或是有沒有 經歷過這樣事件的人 他有什麼樣子留下的痕跡 或是對他來說 這個標的路是重要的 然後可能就了解這些東西 在歌詞裡面 去怎麼談 會讓我變得 不是只有講說 你打我我打你 你愛我你還打我 之類的 就是想辦法變得更 豐富一點 對 那如果情感部分就 就看剛好遇到 什麼樣子的意識 就這麼想 去年我們有 寫好了一張EP 那其實我們去年 也發行了一張EP 只是 一直沒有跟大家說 那張EP 是一個全台語的EP 然後是跟Visant Heazy的 一起老師 請他來擔任 製作人合作的一張EP 但 因為我們發行的時候想說 人生很難得遇得到 我們還有錢發實體專輯的事情 因為其實發實體專輯的成本 比做數位的高很多 那我們在2019年一整年 其實都是做數位但許許多 那好不容易 我們累積到了一張EP的實體專輯量 我想說 我們就是要物理性的讓它存在 我們就先用物理性的方式小說 所以我們其實只有把它鋪到一些 我們自己 喜歡的跟熟識的店家 像台北的幾天咖啡店 跟台中的唱片行 只有這些地方才有 現在的這個EP 但 總還是有數位上架的時候 那在上架之前 我還是覺得說 我們的歌 希望可以讓大家 在現場先聽過一次 然後我們用比較靠近的方式 來聊聊這一張作品 再讓大家在網路上面 聽到天荒地老這樣子 所以 我們在 現在目指已經上架了 在影片上架 上線的時候 我們的目指已經上架了 然後會有一個連結在下方 可以嗎 可以可以 連結會在下方 那我們在北中南各舉辦了 三場一起吃飯的實唱會 那在台北的話是5月9號 在小鎮他們家的麵店 他是老闆 小鎮煮麵 我是老闆 小鎮煮麵 小鎮煮麵 對我會煮麵給你們吃 我會煮牛肉麵給你們吃 還有 附一些小菜給大家煮 大家可以趕快來 對 那台中的話是5月23號 星期六 我們在台中的元氣唱片行 我們會帶著熱騰騰的新的唱片 跟熱騰騰的餅乾 跟熱騰騰的 小鎮 然後我們還在想到底要怎麼做那些高餅 就是 因為我姑姑太喜歡做這個自己做烘焙 所以我想說 草莓塔 但是不一定 草莓塔的話 對我們要想到底 那個時候沒草莓的可是別的 我們要怎麼把 台北就是我們做好一個塔 之後我們可以帶著去台中 其實大的這樣起來還是 沒有沒有他就是各 就是我姑姑會買一堆那種料回來 然後他就做一個小的 可是塔的話帶出應該會爛掉 對啊帶什麼 有五馬賽 我們開車就好 應該要帶歐盟 我們說佛跳 佛跳 佛跳的講 過年他們家也有做佛跳 很好吃的 你說他們來唱片行 看我們表演完之後 每天拿一桶佛跳 拿回家 那在高雄的話 是五月三十一號 星期日 在高雄的打狗灣青年舞點 因為那老闆他自己以前是駐唱歌手 所以他二話不說的就是 答應我們一起來做這個計畫 謝謝老闆 那我們就會一起吃披薩 然後再唱歌給大家聽 那如果說這三段時間 沒辦法來到現場的朋友們 也沒關係 在募資的連結也會有很多 2020年才新公佈的周邊 那當然還有就是 因為之前的EP只有少量實體商家 那如果在募資的話 就可以在上面做訂購 我們之後就會再把CD跟相關的周邊 寄送給大家 對 這次的辦算也會不錯 也會 只是因為場地比較特 因為一個是唱片行 一個是情侶 然後一個是牛肉面光 所以我們應該就是會做不插電的行事 所以說會唱還是會在EP裡面嗎 EP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那EP其實已經做好 應該說我們做好發的時候是十月三十號 但是我們 八月的時候才宣演完 然後十月發的時候就想說 我們如果現在就 又要開始宣傳它 就 時間比較緊湊 加上那個時候想要準備 就是還有很多後續的東西沒有準備好 因為剛訓練完 所以 就只有做實體上架 讓大家聽 所以沒有做數位 好 那我做總結了 好 好 那喜歡 透透社的朋友 可以到哪裡支持 我們來講一下 可以 追蹤我們的IG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 點讚我們的臉書粉絲團 上面都會有我們近期的消息 或者是未來的一些活動啊 還有我們可能 數位上架的時間 大家可以持續關注我們 記得訂閱 聽音樂 好 然後 喜歡的話記得 幫影片結個讚 然後 訂閱特效師 然後 要開小鈴鐺囉 對 好 然後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